这儿呢 就是黎东他们家发家的那个小饭馆 黎东每周一都会来这儿干活 可以啊 打听挺清楚 还不光这些呢 黎东还有一家俱乐部 那个俱乐部里边 有一个专门打拳的地方 你一定特别喜欢 欧阳跟黎东长去那儿练拳 你下次直接跟欧阳去就行了 敬你一杯 喝酒 敬楠 跟你说个事 你说 你看那边 看见了吧 你没跟黎东 他们俩现在 走进那个地方呢 就是你妹他们家的大排档 这个大排档 在这条街上 已经十几年了 你妹跟黎东 也就认识十几年了 之前你妹的养父受伤入院 你妹为了给她筹钱治病 就把这家店给盘出去了 后来黎东知道了 又把这家店给盘了回来 她为了让你妹 心安理得地接受 就做了这家店的股东 你妹呢 也算是技术 黎东还提你妹 找到她美国的朋友 要带你妹的养父 去国外看病 过一阵 黎东就会陪着你妹出国 说重点 你啰里巴塑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黎东喜欢的人 就长你这样 但是那个人不是你 不是 别这么看着我 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你说话我能信吗 你说话我能信吗 能信呀 千天万确的事 出锅了 麻辣小龙虾 趁热吃啊 好啊 好啊 小黎叔 你新新店的小龙虾到了 开诊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已经成为我的最爱了 来 第一杯酒 希望你的愁云烟消云散 会的 开车 开车 我 不是 你 你说你喝什么酒啊 你别喝这么快行不行啊 你说你现在陷得也不深 你赶紧走出来还来得及 你怎么知道我现在的不是啊 你等我会儿 还在哪里 多吃点儿 你看多瘦но 不要 活不 我们两个算不算多 木楠 芒 你们两个快点坐 快点坐 土豆哥 你快点给他们也拿套餐具 好嘞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啊 正好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上次咱们还说 叫上美雅一块吃顿好的呢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吧 好啊 我们俩在你们店里吃饭 看见你们俩吗 挺巧 挺巧的 你们俩以后要常来 这是自己家开的店 你们来了随便吃 常开了吃 就像回到家了一样 我们俩要常来这儿吃饭 我也把你给吃穷了 你是我妹妹 我把你吃穷了 我可以养你 那黎东呢 他也是这儿的股东之一 黎东怎么算 你要是这么说 就太监来了 美雅的意思呢 就是我的意思 你是美雅的亲姐姐 我们就是自己人 上次在泰国 你和梓杰救了我们家薇薇 还有美雅 对我们来说 是有救命之恩 我上次感谢你的钱 你又全部还给我了 这已经让我很不好意思了 你要再这么说 我会脸红的 不光是这儿 黎家老店 你们都可以随便吃 随便吃随便造 都记在我的账上 那感情好 那我以后就常来了 别客气 梅雅 听说 你要带你养父 去美国治病了 小黎叔有一个朋友 在美国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都愿意去试一试 放心吧 我会陪梅雅一块儿去美国 我会陪梅雅一块儿去美国 小黎叔对你可真好 你有这么个小黎叔 是你的福气 李总 作为梅雅的姐姐 有一句话我要问你 我是不是喜欢梅雅 你是不是喜欢梅雅 是 非常喜欢 不过好像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我一向其愿吧 准确地说呢 我应该是梅雅的一个追求者 不过我希望 有一天老天 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陪伴他 照顾他 李总是个好男人 你要真嫁给他了 我也就放心了 来 祝你们幸福 对对对 祝 你 祝你们幸福 干杯啊 谢谢 我还有事 先撤了 回头再去 对 我给王小胎有事了 回去 回去啊 你姐姐 你姐的性格还真的是挺风风忽忽 跟你完全不一样啊 你姐的性格还真的是挺风风忽忽 跟你完全不一样啊 你自己弄断在你手心的秘密 让我们一起解开一种谜题 跟在你身后心跳无名 我规律原谅我没有 其实都你开心 是因为你怕牵我的手我会逃避 还是我没有吸引你的目凝 你是不是喜欢美雅 是 非常喜欢 不过好像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我一向其愿吧 感谢观看